R&B取得整個帳戶 詞曲 李宗盛 孟先生在2000年的時候加入美國ITS的公司 到現在 他主要 以前他是台灣地區的一個總經理 後來是升級到大陸地區的業務部總 他負責馬澳台台大陸的資料部電子書跟一些相關的發現服務 還有學術紀念期間代理等等 對這個圖書館跟書館社資料部集成商代理商發展的關係 請帶圖書館服務平台高度的興趣和明記的人觀察 那今天他幫我們帶來的題目是 當自動化系統真正開放協同合作的人之處 我想這是今天非常精彩的一個獎題 實際上的一個獎題 我常找的東西一個觀察可以連入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共識對於新一代或新一代的工作 那如同網管跟資管提到 其實很多國外做的東西 真正到了不同國家跟市場的實用 現在說這裡也不滿實用的 那前面有其他可能要談過了 大概拜託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目前自動化系統的問題不是那麼大的 如果說你當小檔的資本的學校 其實都還好 我以前二十多年的學校 我還專門去讀書館結束 做了中文是什麼樣的學校 李康跟金庸室的中文是廣告的 後來當了每個讀書 開始用這些 Fish來個推用 我是1997年底 九五年開始 我都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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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更加快 這是一個很好的人的地方 但其實最大的原因在於這裡 其實 不能理解最大的 實用原因是因為大家在線上的資料都是在 都不在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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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從某種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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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很多新的化妝 個人覺得這是一個 主要留意吧 就用中文假設化妝講的 第二種架構 一個系統上你不斷加加加 再後來一個系統蹭不下去 那你不懂你動心不狂 所以就是寒暗那邊 那 看了很多這種化妝都說 時間到了所以在13年 有一家公司做了一個算是 單一的一個資源 實際上為什麼 我需要換嗎 我個人是沒有看法 我覺得應該要換 這是時候什麼收入 那你會通常都計算說不用換 至少要這麼退休後 我見過一兩個觀眾跟我講 就是你通常都不知道 不用賣 這個就是看美人的歷史 但是我個人覺得是 死紅差不多 那實際上你要什麼時候切入 那一方 我們都會觀察幾個點 每年以前Marshall不一定常寫 再來不用寫 因為他跳出來做不定 看那個燒獎 所以你看到綠修道下 每年有兩個自身的報告 Marshall寫一個 然後那個Mash寫一個 那這是Mash寫的 那我覺得你們應該都看過 我們關係在我們目前 你們的選擇做兩個 你不是跳苗馬就是找六門吃 就正在對於我們公司認為 屬於下一個就是 你沒得要取得 奢侈的 奢侈的Blue Club Triple I的那個 Sierra跟不算的全套 你在看定義 其實這個很有趣感 所以我們截止到今年 一千加簽約五百加十四 所以其實 真的是蠻通的齁 什麼時候被一個達覽的圖書 開始擁抱下一代 我們真的不是他 我覺得沒有人敢念這個達覽書 我們也是我的幾家商量 但是 目前我們常常會用 過去的一個我們經濟去判斷 那Griffin Moore這本書 大家都看過 那國內用中文版 一般新的技術 都會用他的這棟 五個範圍去看 我提醒大家看前面兩個 為什麼這麼講 全世界就App Store的資料 不用五十萬家 我的發現公司 目前全球上一萬五千家 當然還有韓別 一萬五千家 所以一萬家有EPS 所以一零年到現在六年 才十分之一 上了Descaro 我們公司認為 將來的世界 都會在發現 有本事前 因為它是開發的 那外面就是看 你要用的買家系統 都無所謂 所以這是一個從這邊去看 發現我們目前跨過的那個 早期財產者 對不對 一萬家 有一萬五千家 所以已經接近左右了 下一代目前 用大型的一萬家 一家 一千家千元有五百家 所以目前下一代 還是屬於在 跨過的第一個 那個算是 技術宽生者吧 那第一個技術 你看這五階段 通常技術宽生者 很有意思 這些人是比較窮困的 沒有行 但是他很願意去擁抱新的技術 比如任一個新的上面 出來都會找一個 叫貝塔哈 任一個新的服 你看他手機用過 或者是去學校 通常是免費的 因為商家 或者要 常常會用正宗的方式 出來了 那第二個階段 算是我們叫 Early Adoption 或是叫 Visionary 這些算是 思想領袖 有錢 有權 他比較希望 引進 我們叫做 Discontinuous Innovation 他希望引進 這種不連續性的創新 來打破目前的情況 那我常常認為 我負責區域 香港也算 思想領袖者 就我負責區域 很多新的國外的東西 在香港 新加坡會先進化 然後 大陸 台灣 會在後面看 澳門會選一個人 以前大陸是廢號 但是我 這16年觀察 大陸已經 爬到我們前面 很多地方 看了一點點有限一圈 只是做法 而且人跟國外一樣 那 所以這是一個 蠻有意思的 一個書 跟一個對於性能技術的 一個分析 我個人覺得 我不能代表你們決定 你這個實況 你這個圖書館 再拿一個曲線 目前在台灣 假設你有錢 假設你是沒有經費的 一個錢工 所以這個就是 我沒有標準答案 這個答案 你給我們去看 那我們公司如果把它 靠成LSE 目前是這樣子 一萬家用的大系統 或是大系統 像Sucidinx 你能不能看 然後 那個 那個 阿里 等等 代表人家 好 那這個公開訊息 大家就能看 所以目前那個 鴻公 那個 其實 我覺得是跨過去 我個人覺得跨過去 只是速度是多快 去年我們就來跨過去 你竟然看 應該是跨過去 好 自己說 什麼時候我可以擁抱 就是看你們怎麼去判斷 那 假設十年之後 按照目前速度 或許 我們到底玩家 那要代表下一代 什麼成功的 概念 帶著去擁抱它 那也有可能 大家覺得太貴了 我等等 我 我其實不懂信 但是我從 韓聯邦檢所 跟 Ding Resolver 到底是Haraway 很有意思 圖書館 一般是 就是 去漲 你買它10月10分 一個外力 你會這樣 10% 20% 對不對 很奇怪 我會覺得 這是一個蠻 就是我不知道 下一代會不會這麼慘 如果也是這麼 這樣下去 其實不見得 不是一個好事 它很難再延續 開放更多的一個 一個 大概 公務 那 我目前看到 有幾個問題 但這都是公開 一些專家 那對台灣來講 這個嗎 對不對 哈哈 我每次回來 我覺得它會 通常跟我抱怨 它會不會有其他 砍個出版社 所以我只剩下 那個書不能砍 對不對 那其實它呢 其實它連我 連我都被砍 我個人覺得 ABSCW3 性價比很高 但是我覺得 台灣的環境真的很難 所以後來 我們那兩個 難得就被我 撞到大陸去 拆掉傘 跟中間 他們都拿了 就是全家蠻大的工作 那 因為他們 因為畢竟 換我 換我 再體驗一下 我如果體驗一下 現在也覺得是那麼慘 我在想一些辦法 看怎麼可以幫台灣 平時團結 但假設 你們沒有發覺問題 預算問題 那我們當中討論 這個下一代的概念 其實 新的 你當中下一代的 LSP 一定會有一個 Discary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基本的 一個架構 不管是多住戶 啊 share catalog 所以為什麼 我跟你講說 設計Nan 是肯定的很不算 因為它的 Mancore 跟 Enterprise 都很合 它肯定是沒有看的 那 Trimo也不算 Trimo線也不算 這年都很清楚 那麼多年 大家會不要去講 那Marshall在去年 選擇包吻有沒有看過 他其實 瓜子刀 目前是 獨佔市場 目前 你當得很難 你一旦 他們下一代 除了OCOC 你可以拿別的 基本上 另外那家公司 你是不能拿的 你必須要用它的 發行庫 啊 這個對於Marshall 他們這些 實際上 民修而覺得說 我很擔心 新的一代 必須開放的 你不是說API嗎 但是為什麼也是不開放 我為什麼 某人不能搭 其他的發行庫區 這個系統 那當然 這個東西就是看 後續會一個 什麼樣的討論 那其實 我們公司 跟 XGP 從來不是競爭症 一直到 他被PRO會收購 這是一個 很討厭的情況 我個人覺得 將來的 不管是市場或公司 都是競爭 跟合作 我先給你看 公司跟 XSeries的合作 其實大概有 十多項 都有在合作 不管是 用我們的社會 直播 或是說 從我們的資本機械 上出一群連結 或是 YVP 我們生活YVP 美國最大的一個書上 你的資本 的MOM 或是 API 打開 這樣 ODIF 跟PRO去直接 去READ VIRLIN ERM ERM是很有意思的 ERM 就我們觀察 是沒有跨過過的 他死了 台灣有幾家 在國外 一般什麼 Face的 不看到 這是很多年前的 好 但是這很正常 因為每個地區 他會去評估 例如 我真的學MAR-E2嗎 我動機也沒那麼多啊 對不對 我這幾個 你 still管理的嗎 但是我一個 分路常常 開放的是要 五彎台幣 你國外的朋友 要五彎母親 讓你用 分路 那所以這幾個 實際上都我在合作 出了一個 好 出了一個 好 馬上講 這一個是一個比較 有意思的 就是PCI Primal Central Index 其實10年有合作過 但是後來 你看公司的 上游廠商有意見 上游廠商有意見 那原因就是說 排訓不一樣 發現服務 很多人都認為說 差不多的話 我跟你講差別非常大 因為排訓的機制不一樣 好 排訓是 像每個人都希望做得比 不過還好 每個人都希望 對不對 但是這個概念不太一樣 那這兩家公司 你們如果記得 發現服務 他剛出來的時候是叫什麼 Footex Search 對不對 Footex Search 你們如果記得 一開始出來 是有三萬隻 Footex Search 我跟Primal Central沒有 我們的地方沒有 還沒有打開 還沒有打開 射出 大概有了半年之後 還會這樣 你一關起來 還是還OK 但是你的接鎖 比數還上 上面 上面是幾百萬 幾千萬 我跟Primal 就只有幾十萬 後來 全都打開 大家也都幾百萬 還在測試的時候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個人覺得蠻有意思的 那 但其實 我們覺得雙方還是有很大的 合作機會 那 我這邊有提到了一個 將來如果 台灣圖書 擺不上LMAR 一樣給這三個選擇 就是我的APS 可以打開了 TausenLMAR裡面 如果LMAR原因 那另外一個是 我的MetaData Primal Central 我們20年 給了一個Facebook 就是我80%願意給XD Louis 那希望就是說 他們借我被打開 但是被拒絕了 好 這是公開訊息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那 那現在這個國法還在喔 我80%的Data 都是給 另外20%是我的 License 的Second Data 我們不能開放門 那對方要求一定要開放 所以這是一個 當時在公司 都有接一個 我大概是一個 C 所有人的話都可以在 來 我們去一個公開了 那第三個是 EDS From-end LMAR是Back-end 這目前也有 在哪 K還有一些國家 三個LMAR 一樣是這套 這個就跟 MIT 幫我們寫 LMAR的API 世界大學 幫我們寫 SFX的API 靠這EDS 一樣 有圖書館喜歡開放 我不喜歡同地 這麼多年 再封門下去 我圖書館這個 跳出來寫API 那目前大概跟全球 廣告粉末的廠商 都合作 寫API或是另外 那我是帶過來這個 讀者嘛 那你看過 你聽過這套話嗎 對不對 對 應該對嗎 就是他幫我們談 來跟上 我常很好奇 我常很好奇 讀書館 我呢 常常覺得 想的什麼東西是對讀者好 但讀者認不上 你自己的歸史 我覺得 我們自己最好的讀者 不一定的認可 你怎麼知道讀者 認不認不認可 看Google也知道 Google有一個 排序是每天都不一樣 你這個也要不認可 講一算不一樣 它最近新的功能 你知道 我再給你連結了 它直接給你答案 直接給你答案 不是嗎 又一 就出來了 它直接給你答案 對我來講讀者 你讀者 你太不了他了 管不管提到了嗎 你讀者要什麼東西 我讀者管 下一代 都可以馬上給你 不是很好嗎 但能不能做不到 什麼可以做到 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每一家都想要說 Google來 但我坦白講 不太容易 那現在這種情況 應該還是持續發生 尤其在台灣 大陸那不行 只為你翻牆 不過大概很正常 你都會看到這種情況 那 05年是大陸生用Google Scala 對不對 現在連大學圖書館的館長 都用Google Scala 所以你討厭不討厭 上兩次 下一個可能有些像 那個 我不能講哪一個 他在台北 他在推特念 他說 萌萌萌 我都Google Scala 看不到你買 XCala有什麼用 那個校長 那個館長 其實很難在5分鐘 跟副教長講說 這是什麼概念 但是對於他們來講 他覺得Google Scala有什麼用 那這個 大家都必須能夠接受 一定的認可 所以 我們認為 你們要做事 做一個比Google還好 我常講 Google跟圖書館沒有衝突 它是你本館是議員 你本老還行 我圖書館是把我的 付費資源自分店 提供給我的圖書 老師學生 所以這兩個是沒有衝突到的 只說你要想怎麼樣 把我的本館的付費資源 接受的比Google還好 那 App Store的強項在這裡 我為什麼 還是不做系統 我會專心 把發現服務 持續的開發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我必須把它做得比Google還好 我的任務就是要幫你 把你們付費資源 接去 台式 做得比Google還好 這樣才能夠 把Google拉回來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都是覺得將來 不一定是EDS 不一定是EDS 只是我們一個機制 如果能去 你們會認可 那我公司一直覺得 其實未來的應配器去開發 沒有同一個領域 過去就是封閉嘛 對不對 我就是因為封閉 然後我不能從這邊到Minecraft 你現在在你上面 你就必須要開發 不是說你有API 你就給你開發 那你不偏我 就是你自己寫 一樣可以客戶了 只是說上面繞了一個圈子而已 為什麼我們覺得需要開發好 我們希望你有選擇 你目前如果明天想換下一代 你如果是漂亮的 不是What you'll see 就是This is 就兩個 就兩個喔 而且基本上 你必須很清楚知道 將來的一個後續成果 是一個什麼情況 這都雲 我是一定要只能換在國外嗎 台灣本地有一個圈嗎 這是目前大陸才會最兇的喔 大陸目前來講 你不管哪一家公司 也在中國大陸 說下一代 必須本地有一個圈啊 台灣有沒有什麼要求 以前我覺得不會齁 而且我還要談公 留一點希望有一個圈 好 只是 只是 概念是對啦 但是公司覺得 你如果真的想要主要 下一代來講 地獄式這個開放的概念 才會比較不對 而且我們常常講 必須要Best 而Print 很大的 我不管他哪個 下一代 不管是Cercetanix Innovated 或是OrsoC的 你管我哪個 哪個發行物嗎 我自己做決定 你不能要求我一定要 全部都要買 今年5月2號 其實Marshall的那個報告 這是另外一個報告 我跟各位講齁 其實人家公司從今年開始 5年可能會很合法 我也不知道我們公司做得是不是對 坦白講 我跟你講為什麼 我知道公司要這麼走 但我沒有把握 這個方法再選你不是正確的 但是我覺得好處是 你們有選擇 你一旦沒有選擇權利 你永遠被人家 就是打得走 他在看你使用率好 我說掌握盤的實 你就是破版的實 沒有破公決定 因為那是一個獨佔市場 對不對 突然希望有選擇 所以Marshall對我們這樣子講說 目前App Store跟Progress 兩個方向 我們是DTB 我們決定要分牌 發現不如跟其他分牌 Progress是分牌 你當然用牌 你必須用很平衡 我不會讓你用 我自己的Work Logo 我不會讓你用 Astore EDS 我不會讓你用 Progress Summon 但現在可以吧 因為同家公司 所以 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一個不同的做法 不是說對不出來 就是公司不同的一個看法 我們之前被人家提醒就是說 當今年 初去年底 Progress公司 收X2P之後 之前我們就常被 突出來了 有關的問 你們要不要收購別家 其實我們公司 每一兩年都做個白皮處 當公司定調 我們不會去收購別家的 因為公司的看法不太容易 我們覺得應該要很多家都做 也沒有選擇 第二個呢 我會不會跳出來做一個系統 我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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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公司的判斷 當讀者一直覺得 GoGo是很好用的 其實你一直在想到 啊要是那一塊 不是不這樣 我給你打個地方 我們家小朋友 小朋友 剛剛見到他 他怎麼讀英文 他看章子這樣 牛津 詞點嘛 跟 朗倫嘛 對不對 我以前不是說的時候 右邊是牛津 左邊是朗倫嘛 現在什麼 不是HTC 就是 iPhone 用手機讀英文 用手機讀英文 我那時候還算是比較好的高中 我們家老二 國一 用手機讀中文 其實不知道怎麼拼 就打一打就出來了 全部用手機 資本不用 我就覺得很好玩 為什麼讀者的行為 其實變化的其實還很恐怖的 那其實下一代的情況 你常常到那個 我們沒有就是移動版本的一個行動 但這一部分 我會坦白講 各位去過大陸出產 都知道我們比不過把控 你知道去大陸出產 就知道他們在摸滑油那一部分 最強烈 對不對 沒有人帶信心的信用卡 就帶手機 手機 對不對 一耍一下 書就進來 那很恐怖耶 我覺得他們在這一部分 似乎很快就超越了我們 甚至也超越美國工作 他們在 在行動支付這一部分 好 那我們發到有一個新趨勢 是比較有一次的 我們大概在一三年 就用花料雷 他們來找我們 因為花料雷已經分級 一拍要商業的話 一拍也不壓 然後呢 我們公司其實覺得很難能夠 超越一點 因為花料雷是國外其他館 他們在用這個情況 他們覺得 我認為 我的系統 是我的圖書館 那四個設計 大館才能夠這麼講 我覺得 你有人嗎 你可以有些人來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跟郭林是合作 當時主要是發行事 庫哈也是 庫哈是 目前我們觀察 用的最好的 我跟壽司的一個 大概 但我們是來挖頭幫他做的 就有公司出來 用跨人間開發 開發出來的圖書館平台 是商業 大概一半的 他現在全球有二千家 台灣也有一家在說 所以你沒有多有選擇 那講到這個我們就很好 你問圖書館 這點我完全可以認可 我們公司又是解決這個問題 App Store後來覺得 我把這個解決了 是不是你們就可以接受 開發代碼這種平台 所以我們在今年4月份 就有一個公告的出來 激烈創新 我們認為現在是你們設計 我們幫忙給你一個底層的數據 然後開發我們的代碼 然後幫你去檢討 而且是全球 我們不見得是用開發市場 可以參加 全世界都可以參加 因為這樣的話 才能夠幫忙把你的成分 能夠降得最低 還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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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們去看公開訊息 都有很多這個報告 當然在4月份 是 其實我們不是今天才能在做報告 我 我 這個可以講 我在六年前 我每一年 在不同國家都有那種 學術部門 我們有幾個館長提出來 就是說 有一個館長 他現在有戰略學術 他到另外我叫做館長 他說其實你還是夠可以出來幫助 讀書館的開門 Balance 他說這一塊 需要你們上一塊 來試試 好 因為這一塊是 這一塊是有夢想 但是就是說 談了很久都不見那麼成功 欸 這幾年下來 大老闆他們覺得是OK的 他們也覺得這個將來的方向比較負擔 我們覺得將來的情況是 平台盡量便宜 你的錢都花在內容上 這句話 台灣的管理應該很喜歡聽 所以我們常講 我們覺得 新一代或下一代突轉平台 真的涉及的應該是你們啊 不是商家 商家原來會從我的立場去想 我要極小化我的費用 極大化我的利益 這是正常的 我們也是這樣子 那我們覺得目前的 新一代的做法 其實它是跟舊代的概念 它是整套 要你全部接受的 我不讓你把發現服務 給第二人打掉 你全部都給我接受 只是說在語言上面 對不對 我和你第一個要求 在語言嘛 但我不讓你去拆開 我們公司很跳笑 就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像下來了 公司館的平台 就跟收集的平台一樣 而且你這個功能好 有機率有不好就拿不掉 很多app 那曾經有一個 美國的大學館長 他是華人 他那天在重新做一個報告 我也很臭小 第一次聽他做報告 他認為下一代的 Intergraduate Library System 應該叫做 Intergraduate Library Application 他覺得就是app 為什麼 獨自喜歡 獨自喜歡 所以你下一代的概念就是 你不要那麼多有能量功能 我真的要的 其實就是這幾個而已 你給我那麼多幹嘛 我不要了 你不要收我錢 但是商家很難 為什麼 他花了那麼多投入 這麼多錢 做了 當然是希望能買高價 但你們不要 你們不想付高價 你要Customer買 你要定制化 所以這是兩個難 那我簡單講一個結論 這裡是新的 在2014年就有談 我不管你IOS 或是LXP 我覺得 要思考的是 整個Metal System 整個生態系統 不是一個圖書館的概念 因為我覺得圖書館 服務剛剛 黃管員看到 你要跨到別的方面 正管員提到了 圖書館也做了很多的 只是你被手邊的一些 手卷是一個困碼 你沒有空想 你可以做什麼 真的可以做很多 為什麼 學科館員 台灣也讀了很久 對不對 我請問大家推的好嗎 很難推嗎 為什麼 老師不理你啊 老師為什麼不理你 你們兩個語言不一樣嗎 所以你不一樣嗎 我幹嘛還要理你 給我的學科館員服務 這不是你的問題 全世界都一樣 全世界都推 全世界都很難 為什麼 所以現在為什麼 讀書館的學院長大學 不是讀 讀書館學的 你讀中文物理化學 所以機械都很難 你賣搞什麼 圖書館學 你讀這個最好 竟然做十個館 你就會容易一點 所以 將來的 我們認為圖書館的一個 生產系統 一定是改變的 跟我們的傳統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還是認為 將來的圖書館是open的 想還下一代的圖書館 可以等個一年 或兩年 我比如來講 中國大陸是目前已經 我們簽的沒有 開類似是完全支持Polio 他們打算大陸高校 正規技術開發 等你所語 但是會不會全部都就是Polio 我個人覺得不會 一定還是會有幾家 用商業的那個 十一代 很正常 我覺得全世界市場 沒有任何家公司 都應該 全部撕下來 你也吃不下來 你只能就是把你公司的方向 先清楚了 不要用你去選擇 對不對 Promorcial的IOS Scanner 有它的強項嗎 Open Source的有它的弱效 那我們能做就是 把Open Source的弱效 給盡量降低 費用降低 然後有一些售貨的服務 那其他款 你可以考慮嗎 我是要花100萬美金 買一個下一代的 還是我花一個幾十萬 30萬美金 花個2070萬 來去買資源的內容 這是一個值得拉力思考 而且我真的覺得 目前這種服務平台 都不是渡者要的 但渡者還是喜歡用Google 我們應該思考 為什麼會那麼喜歡Google 像你 Google你真的去用 其實它沒有一個標準的 計算一個排序 你確定去用它 廣告就出來了 但是我要的那個東西 還是在不上你 還是看得到喔 所以他很聰明耶 他們把你第一頁喔 一二六廣告 因為你一頁看機 第三頁是你要的 那你點第三頁要的 好 那這是一個 他們生存的方式啦 那被我們公司來講 我們公司定掉了 我們覺得 將來的服務員必須開放 每一家都開放 而且是希望邀請 更多服務員的貢獻 所以 我們有18年 19年 20年一個相關計畫 那如果大家也透明這種 所以在開放 50萬個環境的話 希望你們可以再多等等 然後 那後年 或明年 再換一下 好 謝謝 iPhone更有便宜 但是蛋炒飯 對我會有吃蛋 這個 將來 我會買內容 買服務 送你一題 搞不好有一天 我去吃蛋炒飯 我說送你一隻iPhone 所以這個 這個系統上 這個系統上 就越來越辛苦 所以 比較吸引 那我們再次的 感謝音樂師 我們經常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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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